内阁早前允许印尼载客摩托车电照服务公司 GoJek进军我国 但是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清楚地说明 内阁只是允许类似GoJek的摩托电照服务概念 并非GoJek公司 交通部拥有一个月的时间 拟定相关的框架 运作条例和安全规范 一旦完成任何电照公司都可以参与 政府早前亮绿灯 允许印尼载客摩托车电照服务公司 GoJek进军我国 却又以安全理由 限制本地的摩托车电照公司 DigoRide引起不小混淆 对此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强调 有人混淆了两者的差别 陆兆福透露他上个星期和 DigoRide公司创办人见面 了解营运模式 而当初政府会禁止DigoRide运作 是因为当时缺乏法律依据 内阁给予交通部一个月时间 制定载客摩托车电照服务的 相关条例当中涉及需要修法 就算完成所有相关法律框架 也必须先选适合地方测试 一旦通过载客摩托车电照服务条例 所有公司都能投入市场 巴多空间张雨萱吉隆坡报导 所以我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